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活动 持续正常化 带动了国内需求的改善 我国今年第二季度的 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增长了8.9% 国家银行表示 国家经济增长的势头很强劲 这要归功于劳动力市场 稳步复苏和持续的政策 推动内需走强 不过有鉴于成本压力依然是存在 今年的核心通货膨胀率 预计将平均上升2%到3%之间 国家银行今天指出 随着我国过渡到地方流行病阶段 以及重开国际边境 促使经济活动正常化和国内需求增强 国行总裁丹斯里诺山霞说 出口依然受到电器和电子产品的 强劲需求支撑 按行业来看 服务业和制造业继续推动 国家经济蒸蒸日上 他指出全面行动管制令的低基数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内生产总值 但是今年4月和5月的增长尤为强劲 如果按季节调整的季度计算 经济增长了3.5个百分点 2022年第一季度则是达到3.8% 国行说 鉴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6.9% 预计剩余的时间 经济将进一步扩张 不过 大马经济增长还是容易受到全球 经济增长比预期弱 地缘政治冲突升级 以及供应链中断恶化的影响 以消费者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胀率 按年走高 第二季度的整体通胀为2.8% 比第一季度的2.2%高出了0.6个百分点 至于核心通胀则是达到2.5% 国行预计 今年的整体通胀还会持续上升 部分原因是受到2021年第三季度 提供电费折扣的基数影响 随着需求持续改善 核心通胀将平均走高 不管怎样 通胀前景依然取决于内需 全球价格走势 和国内政策措施带来的上行风险 诺山峡指出 尽管通胀加速 但是国行货币政策的调整 将有节制和循序渐进的展开 以便在价格稳定的环境中 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他说 眼下国行不太可能采取激进的立场 将货币政策正常化到 疫情之前的3%水平 因为要从目前的2.25% 升息75个基点 这可能会破坏当前的经济复苏 此外国行也注意到 需求推动通胀的早期迹象 因此隔夜政策利率将适时的逐步调整 避免未来采取更强的措施 对经济造成更大的破坏 虽然目前大马经济增长势头良好 但是国行维持2022年整体通胀 平均在2.2%和3.2%之间的预测 至于核心通胀 则是介于2%和3%之间 此外国行也维持今年的经济增长 在5.3%到6.3%的预测 实际的数据可能会在预测区间的高端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